每当市场大跌的时候 这里会第一时间帮助大家理清思路 看准个股基本面不要慌 目前投资者开始日益谨慎 包括买入看跌期权 股票基金资金开始外流 基金经理看涨观点减弱等等 这些迹象表明 任何过度乐观情绪都已消退 另一个指标是投资者对关键技术支撑位的反应 例如纳指周二自4月以来 首次收在50日移动均线下方 但周三回升至该水准上方 周四却再度跌穿了 目前上升趋势暂时受阻 会有掉头迹象 技术上可以讲一大堆 这些图形呀 技术指标反应的 都可以完美地解释大盘发生的一切 那么关键来了 现在该如何操作 按照我个人的做法是 只要是我个人认为好的股票下跌 跌下来往往也代表着是机会 我个人会在大跌时 毫不犹豫地冲进去抓机会 记住是大跌极跌 同时会在反弹上涨时跑手 适当做些对冲操作 设置好止盈止损位 在大盘不明朗的情况下 目前只适合做波段操作 现在大家不要死守着一个点位 目前不要去追高 目前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追高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特别是不要去追一些高位的 一些刺新的IPO公司 这些公司看似高收益 天天暴涨 但当大家看到的都是超额收益的时候 其潜在的风险也就在不断累积 一定要参与的话 就用守株待兔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我实践下来 能在刺新股上获利的唯一稳定方法 记住是唯一的方法 不过真的要遇到市场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呢 心理上恐怕是很难熬 于是各种各样的怀疑会出来 最终也有可能在信心上会崩塌 所以逆势投资是非常考验人的心理的 这期视频会尽量给出方向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财经评论除了复盘 更加重要的是给出展望 平时我个人对大盘的走势 其实并不十分关心 因为只要个股选得好 时间点选得对 加上纪律性是完全可以逆势而行的 不过今天的视频 给大家讲一下目前美股市场大盘 市场现在的内在运行逻辑 华尔街的思考方法 只有知道了内在的根本动因 就不怕外在的表象了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很多股民叹息自己太早满仓 抑或是选错了时间 选错了股票 导致亏损惨重 一涨就懊恼 一跌就恐慌 这基本成为了绝大部分散户的标配 熊市进场并不容易亏钱 反而是牛市进场亏钱的是大多数 一招又回到了解放前 各种原因很复杂 没有经验 没有知识 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股票的认知不够 那么如何避免 答案无非就是三条 择时 择股和严格执行 我们来看第一条 择时 择时是通过预测涨跌来赚钱 择时非常难 我所知道的99%的专业基金经理都做不好 这里只有靠经验和对个股股性的感觉了 第二 择股 通过选择优秀的股票来赚钱 可是买好股并不难 哪怕是熊市买的 好股票最终都能起来 但牛市买垃圾股 看着长着不错 潮水退去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第三 严格执行 切记 我们要严格执行之前制定好的策略 面对诱惑要守得住寂寞 到达预期坚决止盈 先获利落贷为安 之后再多的利润和自己无关 对于看好的股票 如果股价处于高位 那么你可以耐心等待调整的机会 入场的机会肯定会有的 你要做的就是保持耐心而已 记住 只要股票选得好 轮动节奏好 拉长时间看收益 大概率都会比择时还要高 有些人说最近太难了 机构大盘股崩盘 低位周期股看起来不错 但追高就被套 市场审美很难快速切换 一秒不出 很难有大的想象力 所以就很难选择 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我看来 大波动才有大机会 以下的观点比较激进 请谨慎去看 现在的美股市场 是一个结构分化特别剧烈的市场 这样的一个市场 有两个分化要素 第一 有些股票会看上去很贵 但它将来还会变得更贵 集中度会更高 强者很强 第二 市场波动大概率会加大 因为目前市场的驱动力量正在切换 市场正从资金驱动型转换到业绩驱动型 现在正好处在这样的一个切换的节点上 也就是说 资金推动型的这个市场的动力在衰减 具体表现在 8月开始新一轮财政救助计划 无法近期达成 股票市场流动性出现压力 往往在这个时候呢 市场会出现大波动或比较大的回调 但是中间一些好的股票会逆势上涨 市场现在比较强调预期业绩 即明年EPS增速下的估值水平 所以 个股的涨幅 或者有些人认为的泡沫 有可能会大到超过大家一贯的认知 举个例子 李嘉诚投资了Zoom 850万美金 现在价值高达120亿美元 仅就这一项投资 占李老一辈子投资理财 个人财富约三分之一 巴菲特买苹果 最近买Snowflake 也是为了顺应未来趋势 投资明天 他们都是傻子吗 他们不知道Zoom和苹果的估值都在冒泡吗 这里 我不是让大家去追涨Zoom和苹果 只是举个例子 Zoom我个人目前不会去追高 苹果的我的个人指引位是120 也没有变化 当然 上面的说法比较激进 但股市中存在着各大武林流派 学术流派 绘画画派 各种风格 我个人并不想自作聪明地去提示别人 在股市下跌中逆势而行 刀口舔血 仅仅是我个人实践中利益最大化的体现 您不必在任何方面和我保持一致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风险 和我个人的主要的关注点 瑞银最近对投资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65%的人将政治视为他们的头等大事 而离11月3日 美国总统大选仅一个多月 这可能对股市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 大选前后的政治风险 一旦其中某个风险被触发 调整也可能放大为趋势 毕竟股市结构上的脆弱性 在下跌时会成为催化剂 说到这里 估计大多数的观众都忘了吧 什么是股市结构上的脆弱性 股市结构上的脆弱性 就是股市中散户太多了 从往年美股股市的组成 大多是由机构所主导的 这次多了太多的中小散户 流资大大增加 包括孙正义之流 是传统美股市场上 以机构为主导的 结构的脆弱性大增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对市场有利的迹象 比如美联储进一步扩大了资产负债表 说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其实还是挺有趣的 在美国纽约西43街 树立着一面国债中 通过累加置点证显示器 持续更新数据 其实这个国债中是2008年新建的 之前的那一面在2008年的时候 由于之前的设计的位数 及最大值不够用了 所以重新更新 目前美国国债总额 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27万亿美元 占美国GDP的137% 美国每个家庭分担国债超过21万美元 这些钱理论上是由美国政府和全体老百姓来还 可实际上 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发薪债还旧债 那么其实债务是有极限值的 这个极限值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还本付息中的付息 如果有那么一天 利息都付不出来了 那么就game over了 如果按照过去美债的3%的收益率来计算 明显美国政府是付不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可以通过超发货币来解决 但副作用极大 那么算下来美联储可以有的应对策略并不多 其中最有效的就是降低利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债的利率不断在刷新新低 如果今后到了零利率或者负利率 那么只要美国足够强大 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继续保持强势 那么就一劳永逸的解决了美债问题 看到这里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美债利率在短期内是无法提升的 美联储8月ETF的购买量为0 刻意避开科技巨头债券购买 或暗示美国股市走得太高太远 和ETF购买为0相对应的是美联储8月的债券购买规模 也仅为4.21亿美元 同时美联储避开了苹果的债券 这里的解读是双重性的 一方面美联储似乎暗示 自己与科技股推动的股市逐渐的脱钩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截止8月31日 美联储仅拥有126亿美元的债券和ETF 这里提醒一下 美联储在3月份宣布了购买7500亿美元公司债券 但它在5月份才开始购买债券 6月份开始购买债券ETF 可见如果市场大幅调整 美联储手中的子弹是多么的充足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 现在这次美股调整和3月份有所不同 主要基于下面三点 一 基本面没有出现黑天鹅 二 流动性没有收紧 注意 这里说的只是没有收紧 目前财政扩张停滞还是带来了一些问题 三 贵金属和债券利率也没有出现单一趋势 具体这里就不展开了 估计大家对宏观经济关心度并不高 最后 请大家注意了 这是我近期最后一次更新辉瑞这家公司了 最近的视频我已经提到了三次 辉瑞公司最新的秘密行动 可能会帮助它赢得冠状病毒疫苗竞赛 该公司甚至预测 它将能够在2020年10月之前将其研究用的疫苗提交监管部门审查 辉瑞的竞争对手中 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有如此公开的信心 大多数开发冠状病毒疫苗的公司只有一个候选人 但辉瑞公司包括了四种mRNA技术的候选疫苗 但该公司并未大肆宣传 辉瑞和Biotech不仅希望成为第一个使用疫苗上市的公司 从长远来看 他们希望成为冠状病毒疫苗市场的领导者 我不想说太多了 我无法判断这只股票的爆发点 但希望不会太迟 这是一个等待的游戏 希望大家和我一样保持耐心 除此之外 辉瑞还是很好的防御型股票 我知道这样说又把我个人放在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具体决定还是要您自己做出 不过这只股票的中长线持续看好 您可以把我的预测作为娱乐新闻看待 严禁于此 如果我预测错了 不要骂我就行了 好了 这一期的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收到我最新视频的更新通知 可以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请帮我点赞 谢谢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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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